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他的喜悦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李勇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 前不久呢勇哥是潜入这个甘肃的地震灾区 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祝福 而在这个之后呢 还有马不停蹄的 为当地的老师们送上了一份关爱 我们都知道9月10号教师节只要到了 勇哥呢还为老师们送上了一份后礼 如今李勇刚刚转行做教师 就以身作则关爱贫困山区的教师健康 为慈善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不过说起做慈善 李家还有个积极分子 李勇11岁的女儿法图卖礼 人小鬼大的他甚至还教育起爸爸来 看来未来李勇想在慈善场做一番事业 还得先由女儿把关 如今又做慈善又做评委 又做主持又做教师 李勇早已忙得不可开交 据悉他还加盟了冯小刚导演的新戏《私人定制》 难不成李勇又要跨界做演员了 那我听说您这次在《私人定制》里面也演过一 刻上一个教师的角色是吗 这相续这么快呢 也就是好玩 那林老师 你以后有打算走演绎这个线路上 你觉得我有这可能吗 非常 我如果早20年 我兴趣还能给你个正确回答 现在不知道 我还能给你个正确回答 我还能给你个正确回答 我还能给你个正确回答